葡萄汁來養酒 上面的洞有什麼特別作用? 由上面扔些葡萄下來 唯有這樣可以說得通 整套系統不會有多餘的部分 是很仔細的設計 基督教徒試葡萄酒為神聖飲品 因為耶穌基督的聖血 就是以此為象徵 將瘦城的葡萄由地洞輸送到地底 在下面釀造成酒 地底深處光線難以射到 周圍漆黑一片 在這裡生活需要靠油燈 從這裡開始 會是一條很長很長的樓梯 通道很窄, 要小心 要窮身上這麼窄的樓梯? 有多少級? 跟現代的建築相比 地道達到二十層樓那麼深 由地面算起, 相差八十五米之處 是這個地下都市最重要的地方 可以建造成這樣地下都市 真是很厲害 小心, 不要碰到頭 我去挖頭 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是什麼地方?是挖頭路不能再進 這個空間左右對稱 一直以來都被稱為秘室 到底這裡是用來做什麼的? 你應該看到這個空間是呈十字架形的 十字架? 也是 前面短一點, 後面長一點, 兩邊對稱 是 厲害 當時的基督徒開作十字架形教堂的時候 心情是怎樣的? 想藉此向上帝表示心意? 把教堂建在這麼深的地底 當時的基督徒一定很感慨 苦難當前仍然敬為上帝 基督教徒信念非凡 被敵人追擊也不忘敬拜上帝 建造出有教堂的地下都市 據考證 基督徒這種落爛生活 一直維持到十三世紀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宗教 人類喜歡畫一條線 彼此作出區別 將世界各國分開 用眼看不到的線 其實就是由這樣的歷史衍生 前面是高樓大廈 街道的模式 轉眼間現代化起來 這個大約有五百八十萬人口 是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幾百年來, 土耳其的首都 都是伊斯坦布 但是距離現在八十九年前 土耳其共和國建國 當時的政府 以當年只有三萬人口的安卡拉 為首都 指定以這裡為首都的是 土耳其第一屆總統 穆斯塔法、凱薇爾、阿塔圖爾克 阿塔圖爾克在土耳其文當中 是國父的意思 土耳其人 刻意借用歐洲模式進行現代化 採用政教分離 男女平等的西方價值觀 正因為這樣, 土耳其的女性 已經有某部分肯出街拋頭露面 回顧整個歷史 但是這個地方 仍然是當年貫穿 東西方思路的重要一站 雖然一切已經現代化 但是現在在這裡 一樣可以找到當年思路的痕跡 由咖啡室傳出來的音樂 這位朋友在演奏的 是有五條弦的樂器 是也不錯 一模一樣 是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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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ammunition 這個人 為人上能支持 他們在這些椅子 它知道 дерев抗 謝謝 這種是屬於什麼樂器? 這是薩斯, 是土耳其傳統樂器 已經有二千年歷史 剛才你演奏的時候 我看到那群客人聽得很投入 你剛才唱的歌 一定是土耳其的流行曲 是不是個個都耳熟能詳? 沒錯, 剛才那首是土耳其傳統文歌 大家都懂得唱 薩斯是土耳其人唱文歌那陣 必用的樂器 這種樂器自古以來已經在思路流傳 其間形態也經過不同變化 巴基斯坦人喜歡彈的樂器Sita 跟米索不達米亞文明時代的樂器 很相似 最後樂器流傳到亞洲東眠 成為了日本的傳統樂器三眉綫 在不同的地域 以不同形態紮根的樂器 可以代表當地人的心思 音樂是超越時空的信息 除此之外, 這裡的樂師 繼續以和日本有淵源的樂器 來奏樂高歌 樂器的前端以某個角度扭曲 是甚麼樂器呢 和結他真的很不同 這種是甚麼樂器 這種是烏德 是古時由波斯 即是現在的伊朗地區流傳過來的樂器 這種是土耳其傳統樂器烏德 這種樂器也不斷展現新枝 沿著絲路流傳開去 起源於波斯 經土耳其傳到歐洲 是意大利樂器 《老特琴》的前身 沿著絲路一直向東傳 途經中國傳到日本 最後成為這種叫琵琶的樂器 歐雅兩地, 民族, 思想, 宗教各義 但是對人類來說 有價值的事物總會超越界限 傳到世界每個角落 遠離血腥的鬥爭 有價值的事物到底是怎麼界定它的價值呢 古時堅負這個重任的是絲路的雙鋁 胡椒和各種香料都是來自印度 而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的咖啡 話說初時是阿拉伯商人 由土耳其帶到歐洲 核暗香, 原產於土耳其 後來荷蘭將品種改良 成為歐洲人喜愛的花 玉木宏 接著來到安卡拉一條古舊商店街 已經留意了這件事很久了, 很厲害 代表土耳其風情的各種用品 經絲路轉運到其他地區 價值馬上飆升 打擾了, 應該是商品來 但是這樣被顧客踩 歡迎光臨 這塊是阿富汗製的湧毡 這塊是湧毡 另外還有很多土耳其 或者是中亞地區的特產 土耳其的特產, 湧毡 中亞地區的游牧民族 喜歡積造湧毡 在風雪天的時候用來保暖 同時, 伊斯蘭教徒 祈禱的時候 一定要先在地上鋪上湧毡 品質高的圖案非常漂亮 廣受歐洲人所喜愛 有部分湧毡, 甚至被史華系美術品 般收藏 屍蘆帶起各類貿易 令湧毡的價值和藝術性飆升 屍蘆的雙女應記一功 屍蘆雙女的後人 這個時候猛下嘴頭 希望玉木宏會光顧 花多眼淚, 不太容易選 眼光獨到, 又驚得起風雨的雙女 穿梭在思路之間 他們帶動東西方各種物資的交流 營商行為並未因為語言、人種 以及宗教差異而被阻隔 對人類來說是很有價值的活動 朋友名分, 掩飾情感 我最討厭你們這種人 心明有事, 但罪用好朋友的…